我们不知道从民间哪儿又传来这么一套 说这个六十加子纳因分成三十对 能把每一个又分成三份 就等于九十多名 那我们先看看说 就不写了 时间宝贵 海中心 里面有海底铜 定海针 还有陈江铁 叫起来多么朗朗上口 一个是铜一个是铁 当然也不仅仅如此 还可能是其他金属 还可能不是金属 但是之所以是金 还是金属之类的 可以类伤到其他的地方 我们可以自由想象 那么海底铜 就好像 沉在这个海底长期的 这么一种 它的珍贵程度呢 可能要比这个铜铁铝嘛 比这个铁要珍贵一些 但这个陈江铁 可能是 人为 一些大的物件沉下去 这个海底铜呢 可能天然的 那定海针 感觉就比较厉害了 但是 如大海捞针 确实 这种 赌的新性 乃至于 这个概率啊 都是比较低 所以说 很可能 这个宝啊 你如果这个针 被捞到还行 有这种面格 再加上 比如说 把这其他的一些 凸显出你了 那就好 如果没有呢 捞不到就不行 然后 剑锋筋 里面又有什么呢 冰铁剑 鱼长剑 断灵 断魂灵 有些我们就 适当的去理解 就不一一都 展开说了 你像这个断魂灵 就感觉好像 不是 传统的这种 兵剑 更是一个 法器之类的 那这种 我们又想到什么呢 是吧 然后金箔金 我们说了 以前可能代表 米 是吧 Money 这首先赤足金 然后后边 有的就不太好解释了 因为这一套 毕竟你不知道 从哪来的 网上也查不到 你不知道哪有资料 此完 局 就是瓷器了一种 可能玉啊 瓷器啊 这些比较珍贵的 元宝啊等等 就一瓷了一项 那这个就更难解释 左龙骨 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实在想象不到 最起码是个项链吧 左龙骨身上的可能 这个龙比较长 那么就是这个 也是金丝银带呗 就这种在类项 然后拆穿金分为九段铜 这个九段铜 咱也不知道这个是高级还是低级 至于这个玄铁 这个玄铁 这个玄铁我们听说过千年玄铁 这个这种铁也是很珍贵的 黑衣的 是吧 铜键盘 还有个盘子 就听听看 有的这些玛 有的人比我从没有有灵感 那这个白蜡金 虽说是金 但是跟蜡烛 都是要融化的 非常稀有的 非常容易变动的 首先蜡烛先出来了 没有金 红烛火 那么就显得是万金油 这个火也是黑暗当中的一个金子 一样 珍贵 红蜡油 这个蜡烛里面有火有油 然后突然出来个不提花 我们自己想象一下高洞 这种反正比较少见的花 现在对现在人来讲 沙中心里面有铁水沙 有这个铁水渣 还有九木钉 连这种破钉子都散进去了 但是这种它产量就多呀 虽然不珍贵的亮度呀 也能抵得上暴风沙 各有各的优势